欢迎各位又回到我们酷学院的频道 那今天呢我们按照惯例一样请到我们最牛逼的酷尾巴老师 大家好我是酷尾巴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呢 也是很多的这个学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了 多少局开始就是比较稳定的获利 也可以说是这个震荡会开始比较小 也就是获利比较稳定 OK老师那我们这个问题请你来回答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比较比较模糊 那什么叫稳定嘛 那假设我们把稳定当作是输钱的几率小 这样子来解释的话 那我们可以大概做一个很简单的分类 就是说一个游戏的结果呢 它是一个获利再加或减一个震荡 那这个获利是真实获利是数学上算出来的 假设我们的真实获利是百分之一 那么一百局如果我们的真实获利是百分之一 也就是我们才赚一局 但是我们赚一局的情况之下呢 它的震荡会是一百局的震荡 那一百局的震荡大概是十手 十局 所以你的一百局你的获利 大部分的情况会增落在正实一局到负九局之间 所以它其实并不稳定 就是它可能百分之四十还是要输 那所以呢 这个多少局获利稳定 就是当这个局数越长的时候 它的获利会越稳定 就在一样是百分之一的获利 如果我们操作了一万局之后 它是一万局 它获利会变成一百局 那这个一百局呢 它会有一个震荡 它的震荡就是一万局的震荡 那你把一万局开根号之后 一万开根号是一百嘛 所以它的结果就会加减一百 那也就是说 它的大部分的范围就会坐落在零到两百之间 那当然更多像四万局的话 基本上都能保证获利 那这个就是统计学的那个标准差离散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数算 那所以就是我们当然是建议多少局获利稳定 当然越多局越稳定 但是如果你硬是要说 像它就会跟期望值有关系 百分之一的期望值 那我们就会要一万局 对不对 那如果是百分之二的期望值 百分之二的期望值 那可能我们就不太需要一万局 可能就大概是三十几局 三千多局这样子 大概就已经挺稳定了 所以就是还是要看这个项目 那一般的算牌而言呢 都还是抓百分之一嘛 所以你可以理解说我们要一个很长期的操作 因为假设我们打的是二十一点 那你要打到一万局的话 你起码也要十天半个月吧 这是最起码的 所以这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 了解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 这个说开根号 这个根号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它是一个标准它的数算 因为它其实真实的算法是一个输赢的结果 它的平方 然后每局的平方全部相加之后再开根号 那其实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的输赢结果呢 我们的注码假设都固定 固定一注 那么要么我们就赢一注 要么就输一注嘛 那一注的平方还是一注嘛 所以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如果我们的注码是固定 那么局数开根号 就大约等于标准价 那也不是一定喔 因为它有一个 所以真正很准确的算法 其实是一个算数平均数 就是一个期望值 然后跟会赢的钱 跟会输的钱的这个差距 然后平方来做 那样会更精确 这只是一个模糊数算 对是模糊数算 大概 大概对对对 我只是因为我用这种数算方式来 来乘数来大概表达一下 就是获利要无定的概念 对 了解 那老师 为什么 我就想说 为什么这个一万局的震荡 它数学上面 一万局的震荡 它就是一万 然后开个根号 然后正负 就是这个 为什么它代表说 这个一万局的震荡 对对对 这个我简单的拿一个例子来做解释 就是它的震荡是开根号来做范围 假设我们是一柱 对一柱只有两个结果 就是输或赢 那它的震荡就是一柱开根号 一开根号是一嘛 所以震荡要嘛 一要嘛输一嘛 所以震荡是一也合理嘛 那假设它是四柱 对四柱的话 四柱我们有很多种情况嘛 四的二次方是十六种 对十六种情况 对啊 然后就是它是赢四局 对 然后有四种情况赢两局 然后有六种情况没输赢 四种情况输两局 对 然后一种情况输四局 对 那你去想想看 四的开根号是二嘛 对 它的意思就是说 大部分的情况会坐落在 赢两局跟输两局的这个范围之内 对 胜负的范围之内 对 这就是说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离散 就是一个自然分布的离散情况 统计学上的东西 哦 这样数学列出来之后 我就 大概清楚 非常容易看懂 对对对 哦 这个就是有四一四六四一大概是这样子 哦 就是比较你看这么就这么多十六种选项里面 它完全赢四个正他只有一个对一个选项一个可能性 对 然后这个四个负只有一个可能性对对对 所以它正负四的话是很少的嗯嗯嗯 它大部分都坐落在正负二之间 对正负二 所以这个就代表 它的这个波动 对对对 震荡 对对对 就是大部分的波动都会坐落在这个根号里面 哇塞 我现在 我现在才发现 原来这个数学 哦 太好用了 开个根号就可以算出它的震荡 这是数算 其实 这是数算 其实真正的离散 标准差的离散 不是 不是这么简单的算法 我只是因为它的每一把都震百分之一 下注金额又一样 所以我才用这个方式来举例给大家看而已 哦 了解 因为今天呢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 我们原本的这个标题是说 多少局获利稳定吗 那获利稳定呢 它其实就会 呃 与这个波动震荡相关 那其实啊 很多 大部分的人 我相信这个 你说要如何算出震荡 这个大家听了 应该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从何下手 对 那其实就算已经 打牌很久的 嗯 打牌很久的 哦 在业界很久的 呃 呃 呃 打牌的人 我相信你问他们这个问题 他们也是很难回答的上来 是 哦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真的是 哇 用这么简单的方式 可以让大家 哦 懂这个 如何算出震荡 我觉得 酷老师真的太牛逼了 好 谢谢 谢谢 对今天忘记给大家看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 好好好 那个 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就到这边 如果觉得收获满满的话 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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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